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回來我們的頻道 今天這條影片又講一講這位傳奇人物真生活 為何要講它呢?因為最近他發表了一個直播 這個直播看完之後對我來說有很大很大的啟發 所以我想講,但在我開這個節目講之前 可能有些網友就跟我說,因為他說你不要再講真生活了 如果你這樣講下去,人們就會覺得你是不是很想回流 所以整天三分四次講它,而講到它,你也是站在它那邊 為何我會這麼留意真生活呢?我才聲明 原因就是首先,當然首當其衝 就是最初我真的欣賞它,當它在台灣拍的影片 我深深被它的影片吸引,因為一來它在台灣 它的生活比較與別不同 那些小朋友去華德福,那類型是比較活動性的學校去修讀 跟一般的小朋友不同 所以你會見到它拍的影片是很特別的 跟小朋友去攝影機、互動、再加上真生活的人 是很正面的 充滿正能量 那時候很流行到處一路走一路說 發表自己的一些看法 在身心靈的角度上,我是覺得很吸引到我 所以那時候開始我就不斷有看它的影片 直到最近,它去英國三個月就離開了 都繼續追著它的影片去看 原因是因為,坦白說它一來已經是一個很出名的Youtuber 在我的內心深處 二來就是它是很傳奇的發展 因為這麼傳奇的人物,你當然很想知道 還有一些人就說,你不要再八卦別人的生活 其實坦白說,它將它這個傳奇的一些生活的寫照 放在它的Youtube頻道 在一個免費播放的頻道上 簡單來說就是它不介意給你知 如果它介意給你知的內容的話 它也不會拍片說,對吧? 既然它放得上去的話,就不是說我們八卦 只不過是它是一種所謂娛樂給大家分享 對我來說,不單是娛樂 甚至我覺得是因為太傳奇,太吸引我又會看 看之餘,我還對自己來說是有人生上的頓悟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我想在頭半部份我會講一講 看完它這個直播之後 我覺得從這個直播當中 究竟可以解構一下,嘗試分析一下 究竟為什麼它會選擇回來香港的生活 而它們是一家人都很喜歡 而究竟對它們來說有什麼實際影響或轉變 繼而,其實最主要我想說的是我的部份 就是它這個直播 所說的內容,對我個人來說 人生上有什麼啟發,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看完任何的作品,任何的媒體,媒體之後 究竟最重要對你來說,有沒有一個叫做Inside 我自己個人覺得是,如果看完一些東西之後 很麻木看完就算,完了就是完 或者是八八掛掛,看完說完笑完 說完是非之後就算數的話 的確是很浪費你的時間 是很垃圾的,很像Junk Mail Junk Food 但是如果看完之後,你和自己人生的寫照 有這個對聘一下,然後你又有自己的啟動 有些Inside 的話,這個才是最重要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希望你有興趣看下去 第一部份,講講真生活的Live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我有看Live 在Live 當中,首先有幾個點是很重要的 就是它們全部人一家大小都是很高興、很滿意 包括它們的女兒,亦都有發表過在Live 說幾句話 她是很喜歡回來香港,喜歡回到學校讀書的生活 當然,繼而是她太太,我覺得她太太是一家人之中 最想回香港的一個 為何有這個看法和分析呢? 就是因為在較早前她出的影片,當時她還在英國 但她說要離開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段影片,她們去機場準備回香港的時候 她太太說了一句話,就說我們回家了,爸爸 我們回家了 這個是很真心的 那一刻我聽,我已經感覺到她那句說話的感情 代表她其實是很渴望,即是真心寶的太太 很渴望回香港這個家 所以她是真心說這句話 到這一刻這個直播,我都感覺到 她真的很想回來 而她回到香港之後,她很開心,超級開心 我們見到的了,真心寶分享過的了 她一家人都是天才來的 因為首先,兒女雖然嫁了這麼久 三年多回來香港 但她們絕對追到學校的學校是沒問題的 她的哥哥分數非常之好 她說已經80多分 一個月內追回了三年的程度 而她的女兒還要是全班考第四 那時候她說,我也覺得天才 不得之,她太太回到香港沒多久 已經可以找到工作做,當然我想她們有朋友幫她忙 但是最後一個月之後就已經可以升職了 多麼厲害 我相信我們正常的人 做了一份工作,多厲害也好 都一年之後才升職 她竟然一個月就可以升職 我相信很可能是跟這個時間 香港有很多人才流失有關係 我自己個人覺得 因為走了很多人 所以多了很多就業的機會 以及一些叫做進升的機會 所以她太太也捕捉到這個時機 一個月就升職了 已經最差是真心活的,已經說到 最差是她 但是她也絕對不差 雖然她也是立即找到工作 但是做了一個星期之後她就不做 但是這是她個人的決定 她說,因為她也想放多些時間 繼續拍她的視頻 做YouTube 大家都有目共睹 她做YouTube是很成功的 現在是一個很出名的YouTuber 包括我都繼續追捧她 所以即使請她那位朋友 說你可以翻少一點 她也不肯 即使一個星期可能翻三個工 她也不肯 但是她太太透了一個秘密 她說原來這位朋友 真心活哥 她是不能夠打工的 我相信天生是一個生意老闆型 因為她原來畢業之後 都試過在兩年之內轉了九份工作 我明白的 真的有些人是不適合打工 是不能夠做打工 一定要做老闆 我相信真心活哥就是這位人 我們聽得出,全家人 由大至小都是天才來的 為何看得出她們這麼開心 除了一個女兒會告訴大家 她回香港很開心 讀書很開心之外 太太有工作就很開心 因為有上班就有下班 她也說過的 因為以前在過去三年 無論在台灣、英國也好 其實就好像沒有下班 因為她沒有上班 大半的時間就是在家裡打點、三餐、照顧小朋友 她們說到其中一個項目 就是這個生活的空間 這個生活空間就厲害了 大家覺得香港的生活空間 是比英國或台灣更加大 這個概念是甚麼呢 很多網友看完之後都說 他們連自己都騙自己 竟然說到香港的生活空間大 因為她們說到你的住所雖然小 一定不夠英國的房子大 亦不夠台灣大 但是生活空間當然是包括你能夠去到的地方 因為她們在英國 尤其是如果你不懂得開車 就真的到處都去不了 悲哀的一樣 這是我自己、我家都有切身的感受 我很多人都知道 台灣亦都是的 沒有一個地方是夠香港那麼方便的 四通八達 這個公共交通工具是非常容易去到任何地方 所以你不用擔心你去不了 你說最遠的距離可能是一個多小時 你都可以搭到車過去的 所以她太太很滿意回到香港之後 可以自己周圍去 但是英國不可以 她的生活空間只限於千多呎的家 以及超級市場 因為她只能夠去到超級市場 買兩個兩個小時的東西 然後回家就繼續在家生活 所以她說的生活空間 就是香港太方便 方便到你可以周圍去 所以整體加起來的地方一定是大於外國的 你認不認同就真的見人見智了 因為我想我太太也有切身感受 她的確是我們是由香碑搬出來倫敦 香碑是很悲哀的鄉下 我網友這樣形容 我們都覺得是挺貼切的 一個很悲哀的鄉下 的確是 你即使想乘坐巴士 你附近都是沒有巴士站的 你可能都要走二十多三十分鐘才到巴士站 去乘坐巴士去你想去的地方 所以就算你只是購物 我不介意我的生活空間就是家裏和超級市場 你都比較難接觸這部份的生活空間 所以我絕對是明白 真心無太太 她所發表的這個偉論 好了,接著最重要最重要 我想就是講到究竟是甚麼特別的原因 而導致她們選擇了英國 那麼短時間就決定要離開 然後她們回來香港 首先她們在裏面透露過 有些網友說 其實香港也不錯 對呀,回來得好,支持你 她太太,真太也有說 其實她們從來都沒有說過香港是不好的 她們一直以來都覺得香港是好的 有些人一定會反駁 你覺得香港好的話 那為何你要當初離開香港呢 這裏我有個人的分析 因為它裏面有透露了一部份的端藝 大家如果有看過心理學書 或者理解心理學 就知道有一個偉大的心理學家的佛樂醫德 曾經講過一個理論 就叫Sleep of Tongue Sleep of Tongue 就是說我們講一講的時候 就會不其然透露了一些秘密 你明明有些東西想隱瞞 但是你的身體語言 又或者你說話的時候 是不其然透露了少少端藝出來 讓人感覺到你剛才是前言不對後語的 為何這樣說呢 就是說去到這個直播的尾聲的時候 他在說真心寶的兒子 當時在台灣的時候 因為他們搬 有一個教學游泳的教練 他要離開這個教練 不能再學游泳 當然他不開心 因為他覺得教練搞得很好 誰知道因為這個搬遷 去到另一個地方 他竟然認識另外其他教練 是更加優秀 令到她的游泳技巧會更加進一步 所以就是說原來你未試過 他們在說原來你未試過 你不知道有些甚麼是好 有些甚麼是不好的 在這部份 阿珍太就說了 就是說 是的 的確是 你有時不知道 你未試過 你不知道有些東西本身 你以為不好的 試過你就知道好了 這裏聽下去 我感受到他在說 其實語帶相關 就是講香港的地方 你不離開過 你不接觸過其他生活的話 你怎知道香港好呢 我相信他是講這件事 如果經過心理學的佛羅伊德 Sleep of Tongue 的話 當然不是 可能我想多了 但我自己估計就是 所以說 這個歷程 由去到台灣 再到英國 相信整個經歷都令到他們 有個頓悟 就是說 原本覺得香港不是太好 所以想嘗試開始新的生活 新一章的 但經過一輪之後 他們全家都覺得其實不是 香港才是最好的 這個是沒有錯 在我的角度看 沒有對話錯 因為這是每個人自己的選擇和制裕 的確一個制裕 一個Journey 是會令到你有一個頓悟的 一個思想上的改變 稍後我講我的部分的時候 就會講一下 為何會啟發到我想起 自己個人的人生 好嗎 所以我相信 其實並非開始覺得香港很好 只是想嘗試去旅居其他地方 而是當初他都覺得香港是差一點的了 想嘗試 我相信英國的醫療是對他們來說有很大的影響 這個我認同 因為醫療實在太差 所以他們覺得不是的 對於身體如果有狀況發生的話 香港是令人很安心 很安全 有病是有藥食 最近我們都再一次見證 在我家人 因為小朋友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嘔吐了幾天 已經嘗試自然療化 用自己的身體去醫治 希望嘗試英國人那一套 但真的不行的時候 我們再去看GP GP 都是看完之後 都是叫你回去吃當地的小朋友 從小到大都吃的 CALPO 或者叫Parasutamo 就自己搞定 他說這條是奉行 這條是自己慢慢醫治 因為它不是很大病 不是很嚴重 每個小朋友都會否有感冒 會否有綠色鼻涕 會否會咳咳 會咳咳咳肥也不好 每個都會經過這個階段 不用擔心 讓它自然好 又再一次說 作為父母當然是最不開心的 所以醫療這件事 我們都很認同 一定是很大的影響 但究竟這是甚麼真相 導致他們這麼短時間決定離開 肯定不是 為何呢 在直播他們都有說 其實背後有些叫鮮為人知 還是他們一家人自己知的原因 他們說不說呢 其實曾先生有說過 想嘗試怎樣告訴大家 因為他知道很多人 其實最有興趣的是 為何這麼短時間 你決定要離開英國 覺得英國一定是不對自己呢 為何不給長時間自己去做一個肯定呢 一定有些事發生的 我們全部人都沒有想錯 曾先生說是 是有些事發生了 但這是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這家人是比較個人的 未必每個人都有這個經歷 他想說大家這麼想知道 他覺得都很想說 但又不想直接說 他就有說過 不如可能開個叫會員專區 那就正了 其實應該是要這樣做的 會員專區可以收多一點錢 他一個這麼有名的YouTuber 是應該要趁這個機會 用他這個方法去賺多一點錢的 用會員專區形式去說這件事 他太太也有說過不知怎樣說好 因為他太太坦白說 或是因為對於他們這家人 是比較個人的 如果他講出來未必關大家的事 但又怕影響到大家 很可能大家聽完之後 會覺得這個經歷 會不會我都會經歷到的 明明在計劃過來的 都可能會有猶疑卻步 有些在這裡也會擔心 他太太也說 真的怕影響大家的想法 好像挺好心的 作為八卦的香港人當然很想知道 尤其是我追開他這麼傳奇的經歷 我都很想知道 但他到這一刻都沒有特別去說 如果單純分析,單純估計的話 關不關工作事呢? 肯定不關 因為我們見到真心湖其實很努力 他雖然在台灣買香薰 但他知道在英國是不能延續香薰的生意 因為在英國是不可行的 所以他已經轉型去改造清潔公司 是一定可以的 其實清潔公司 因為我們知道尤其是我們很多香港人來到這裡 都會搬出搬入 可能會先租地方落腳 然後再租另一個地方 甚至乎買 整個過程是要大收拾你的房子 如果你拿回上手,可能怕髒 又或者你教給業主的時候 你又怕業主扣你租的時候 其實清潔公司在這裡是有的 他這樣開是應該有work 只不過短期內未見效 大家大家都知道做生意是要搜的 搜一排之後才會慢慢見到生意有進帳 所以我相信不關生意事 他已經開拓了清潔公司 不會因為短短三個月沒有生意或兩個月沒有生意便會離開 不關工作事 關不關小孩的讀書試呢 大家覺得 對的,他的女兒就沒有學校讀 要等 兒子覺得很困難、很大壓力 主要原因是由國語 即是普通話變成英文 大家知道他們本身在香港讀書 去到台灣就經歷用國語去授課 現在用英文可能是一個很大的距離 這個都明白的 好了,但是又會不會關學業事呢 又未必會 根據個人的想法或分析 因為學校你是要等 但你只要有內心去等的話 始終會等到,大家都知道 甚至乎我們可能跨區 總之不會因為你暫時沒有書讀 而這麼短時間做一個決定 就算你說不適應英文授課也好 都是那一句 只要肯給一點時間 看久一點,看多一年 就會知道很多人的經驗 就是告訴你 其實你小朋友這麼小 他很快會習慣 不跟我們成年人 每天都回到學校 那些朋友全部都是英文的話 老師都是英文授課的話 其實總會慢慢越說越好 甚至乎很快就跌跌聲 所以我覺得不關學業事 不是學業導致他們這麼短時間做出這個決定 好了,不關工作、不關學業 一定是關於一些事情發生在他們 這件事我是猜不到的 沒有人知道 亦都是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他為何開會員專區說 又或是用另一個手法去表演 這個我們拭目以待 大家覺得八卦完了 那怎樣呢? 那你有甚麼得著呢? 我覺得真心會在這段影片到最後 有個網友說 是否每人的命運安排 令到你這樣做呢? 他就說了一句 他是很相信命運 他是信命的 命運的安排 令到他嘗試到台灣生活 移居台灣不成功 再轉戰英國也不成功 但是他自己深信是說 他們沒有浪費過時間 因為他說得很好 一個點是說 小朋友一定沒有影響 因為在過去這三年他在台灣有一個這麼吹灿的讀書生涯 香港其實都是網上授課 其實沒甚麼人學到甚麼 甚至乎有些嬰兒子出生 就已經要戴口罩 從來未試過 即是出生後從來未試過不戴口罩 在近這一年終於不用戴口罩 所以這幾年大部份人 生活節奏緩慢下來 有些人甚至乎沒有工作 有些讀書可能大部份時間都不用上學 所以他覺得沒有浪費過 這個又是說得很對 所以時間上他沒有浪費過 但是繞繞轉回到這個原點 究竟是否浪費了人生呢 其實不是 因為對他來說 他覺得也有一個頓目在 最起碼對他的改變是甚麼 就是他成為了一個知名的YouTuber 坦白說 如果他不是有移民的歷程 不是先去台灣 然後建立了一個YouTuber的形象 他都不會現在有這麼多訂閱 以及有很多人支持他 我們看過Live就知道了 到最後他講說他相信命運 他從來都信命 這個我認同 因為有很多人說 我們的性格是改變命運的 因為我們個人不同的性格 就會左右了我們做某些決定 你做不同的決定 我選擇這份工作 選擇這條路回家 就已經改變了你的命運的 所以性格的確是會改變命運 但這個太老土了 在這一刻我覺得 我有一個好朋友、好拍檔 古Sir 都說過給我聽 除了性格之外 運氣也是佔很大的影響力 很大的因素 即是你遇到的滯穴 這件事是上天安排 未必是你的性格可以左右到的 這也是阿真心會說的 的確是 命運可能驅使他做某些決定 好了 我的具體例子是甚麼呢 具體例子是說 近來我們家人 即是我們自己和女兒 都有一個談話內容 就是關於 我見到別人的小朋友都在上一帶 他父母是比我們年輕的 比我們年輕的 大家聽就知道 很明顯是他們年輕的 去生的小朋友 我們就遲些 這令我想起 其實我出生 我家人的父母都是很年輕的時候 在一起 很年輕的時候 就生了我出來 正常來說 會影響到我 都覺得我長大了之後 都應該是很年輕的時候 希望找到一個伴侶 合適的伴侶 然後就可以 很年輕的時候 生一個小朋友 但這不是你想又想 我跟我的女兒說 是呀 為何我們會遲些才有你呢 就因為我真的遲了十年 才認識你媽媽 我遲了遇上你媽媽 是吧 但這件事沒有問題 我反而覺得 因為可能就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這就是命運的安排 我要這麼遲才認識你媽媽 所以我才會這麼遲相愛 然後在一起 然後才生你出來 類似的跟他談 這件事就是說 不是你想就會發生很多命運的安排 就等於工作上都是 如果不是假設我這麼感恩 這麼幸運地找到一份工作 在倫敦這裡的話 其實我們也未必會選擇搬來倫敦 就算我們要離開悲哀的鄉下也好 我要離開那個地方 也有很多地方可以選擇 我們曾經看過想過 Treatham 看起來好像不錯 我們Treatham 玩的時候 又或者Amazon 好像很多人都談論說過 又很方便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但最後為何會選擇來倫敦 就是因為命運的安排 雖然我很努力去嘗試 發很多信去不同的工作 但有些地方甚至是Manchester 都有見過的 Zoom 去見工 Manchester 也試過 假設當天是Manchester 那份工作的電視台收了我的話 可能我們就整家去了Manchester 去曼城 那就不會出來倫敦了 所以這個亦是一個 無論你做些甚麼都好 有些東西是out of your control 都是要命運安排你的 因為命運賜了這份工作給我 繼而都是向我性格改變命運 就選擇了這裏 因為同期有兩份工作 我選了這份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 之後我們變了很順利成章 當我們決定要搬的時候 都會選擇 想不到的,不如選擇近自己的公司 如果能夠的話 就是最理想的 才來到這裏 都都,我來選擇你的時候 都是命運的安排 即是我現在住在這裏 我都說過了 曾經想過,但覺得很渺茫 因為是很難租到 覺得自己很努力 嘗試找Agent 也好 Agent 說沒有就沒有 說你明天想看 後天就被人下了offer 沒有了,看也沒有機會看 那怎樣呢 我做不到的 全部都是上天的安排 我覺得是命運的安排 到最後他突然間出現一個盤 然後因為Agent 和我那一陣子有些聯絡 他選擇了打給我 不打給另外一個 我相信不知道 我一個在找這個地方租 他選擇了打給我 然後我才有機會 可以租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都很認同 就是說很多事情 努力固自然要有 性格亦都可以改變一切 但是有很大因素阻留到你的 就是命運的安排 當你做了某程度上某些選擇之後 某些決定之後 你的人生軌跡就不同了 你選擇不同的工作 譬如我之前讀書是讀工程的 如果我畢業之後 我選擇了做工程的話 我的人生軌跡又不同了 甚至乎我選擇了不回香港 繼續留在英國工作的話 我亦未必會遇到現在我的太太 我的人生軌跡又不同了 所以不同的選擇 不同的際遇 都會有不同的人生軌跡 沒有對話錯的 只是那一刻 所有事情做到你有這個選擇 同樣地就是 我看真生活這個傳奇的故事 就告訴我 的確是 無論是命運安排他 他的性格始然 他的家人的決定也好 他選擇了這條路 沒有對話錯 但是整個旅程 包括去了台灣再來英國的話 對他人生軌跡的改變 一定是對個人的得著 所以我覺得沒有問題的 他自己都說的了 有些人說 叫他不要常常唱好香港 甚至有些人說 不如你做一個不要移民KOL 做回流KOL 他都說 他都很豁達的人 很樂觀 他都說 好,好,可能轉型做回流KOL 都有市場的 很可能,對吧 我覺得不是一個值得去評論 去評價他這一次的決定 究竟對還是錯 這個是他自己個人 基於不同因素的決定 但是很肯定的就是 對於你自己沒有啟發 對我來說的啟發就是 的確是我們每個人的人生軌跡 都會因一些的決定 而做一個改變 或者這個決定也不是 不是基於你的性格 不是基於自己個人的想法 很多時候都是命運造就的 大家不知道認不認同 到了這個項目 大家看完之後 如果你亦都有你的意見 想發表的話 歡迎你 除了給LIKE支持之外 就希望留言 留言記住 就是尊重自己 尊重別人 我們就很禮貌 很友善地去討論 最好,對吧 當然,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可以share 給其他人一齊欣賞這條片 甚至乎 如果緣分的安排 從來未來過一個Channel 第一次接觸我們的Channel 看了這條片 嘩,這麼接近的 但是又覺得不錯 希望你都會在高台貴手 按過這個Subscribe 鍵 訂閱這個頻道 按下鈴鐺 變成我們一直以來 我們都不斷盡可能抽時間 分享一下我們自己一家 在這裏生活的一些變化也好 一些我們自己的啟發、想法 以及生活的點滴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於你來說 無論有用的資訊幫你也好 又或者純粹娛樂 當作八卦新聞看也好 如果你看完之後 你覺得舒服的話 今天最理想,好嗎? 下次再見 謝謝,拜拜